登登登 Hello this is Timmy 大家好 Hello 嘩 很久沒拍過影片 因為近來實在 近來實在太忙了 移動不移 好了 我們今天再說回正題 上一集 跟大家試吃過 茄汁味的薯片 這次我會試吃這個 辣汁味的薯片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到期呢 哎呀 到期日為6月14日 幸好 謝謝 那基於 小弟呢 近來實在太忙了 或者可能 沒什麼時間 就算是 spend on time 在拍片 那 大家不好意思 令大家久而失望 那 大家 盡路兩點 會搖 但是呢 回足 噔噔噔噔噔 好了 我們呢 進回正題先 那 我等一下會 搞一個 開箱的 辣汁味的薯片 還有呢 再加上 最近呢 最近呢 7-11 出的 珍珍 珍珍 哪個這麼真 珍珍就吃到最真 珍珍味的薯片 那 但是呢 你看到這個packing呢 地地猜一下 數了3聲 3 2 1 好 夠了 好 這個味呢 就是 XO醬 蘿蔔糕 味 喂 XO醬 蘿蔔糕 味的薯片 不如你試吃 吃一點 XO醬 炒蘿蔔糕 那不更好 那 那 那 我不知道 是 珍珍在想什麼呢 那 它呢 是 珍珍呢 是很Local的 就是 比起 香港的卡洛B 因為呢 我聽聞香港的卡洛B 就是出過 那些叫做 避風塘炒蟹味 避風塘炒蝦味 那這些呢 我一律都沒有試過的 因為呢 我這些真的沒什麼興趣 而且呢 而且近來為了健康的關係 那 所以呢 所以呢 近來呢 都少吃了這些薯片 這些薯片呢 你看看它的卡洛B 多少呢 沒有卡洛B 對了 它的能量呢 是532克 那它的蠟呢 也有670克 這隻都不太高 那 但是 先看看這隻 辣汁味的薯片 這隻辣汁味的薯片呢 這隻辣汁味的薯片呢 它的Soldium呢 不要以為看錯了 3000個Mg 就是等於大陸的零食一樣 就是等於大陸的零食一樣 錯了 300個Mg 那 它的那個 能量呢 就是340 340 340的能量 那 那 那個熱量呢 不太多 好了 那我們呢 首先就是 開了這包東西 好了 開了 大家 看看裡面 說 那些薯片好像呢 很薄 而且呢 它呢 它呢 只有 它呢 只有 一半的 一半的份量 那 聞下去呢 跟那隻 茄汁味呢 是差不多的 是不知為什麼的 對了 聞下去那隻 是 不是 聞下去 有一點 Tabasco的味 但是它比Tabasco的味道 是更淡一點的 嗯 嗯 對 嗯 嗯 相聞下去呢 很明顯 但是呢 大家懂水 嘩 大家懂水 是跟茄汁味完全不同 茄汁味就是 點兩點 點三點 嘩 那麼多點 好了 我們首先吃一下 這隻辣汁味呢 這隻辣汁味呢 呢 吃下去呢 一點點甜甜的 但是呢 它是吃得出辣椒汁的味 那它雖然的味呢 是不同 Tabasco 因為Tabasco 一吃下去呢 是先酸酸辣辣 然後後來才會帶甜的 那這隻呢 這隻呢 跟這個 有點像 三藥的一個韓國辣雞麵 但是它 比 simulate呢 韓國辣雞麵 呢 因為好 我再次吃四肉 那一排調 juga我喜多喜歡 這隻辣質味薯片是可以說對不太吃辣的人是很好的 再加上是否吃到一些薯仔味呢 或者可能是廢的 因為說明是薯片有些薯仔味 這隻可能是用了比較新鮮的薯仔 它會帶出很新鮮的薯仔味 再加上一些辣汁 推薦大家這隻是可以直接買的 我不知道717還有沒有 如果還有的話大家都可以購買 或者可能要去到韓國才可以買 這隻牌子叫什麼麵呢 這隻牌子應該是會吃麵的 它好像有芝士拉麵還是辣辣的 大家認住這隻牌子 嘩 充滿辣汁 這個味道就吃下去 因為它的辣味不算太辣 有一點點甜甜的 但也可以接受的 好 那我們今天先拍到這裡 下次 下一次開箱試吃就是這個 奇奇怪怪的珍珍XO醬蘿蔔糕味 不如吃個真正的XO醬蘿蔔糕吧 好 是這麽多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在下面留言 或者有個紅色的小鈴鐺 按一按它 subscribe 然後你們就可以追蹤我每日的新影片 下一次的影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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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又不知到何時可以拍了 好 是這麽多 拜拜